甲面骑士们的力量都来自于哪里 90年骑士们的力量还算是绿色环保 而新十年的骑士就花里胡哨起来了 各种玩具小车 游戏卡带 硬币U盘 花样多的数不胜数 本期小城就接着细数一下 新十年以及另和甲面骑士们的力量来源 1.甲面就是W 盖亚记忆体 W的力量来源于盖亚记忆体 盖亚记忆体是博物馆组织所制造的 一种分成了各种地球记忆的U盘盒子 盖亚记忆体的样式多种多样 W和A哥使用的是T1记忆体 冠门则使用的是米4记忆体 高记忆点的用的则是高等记忆体 或者T2记忆体 W因为设计的特殊性 需要使用两种不同性质的记忆体来变身 小太郎负责的左边是躯体记忆体 会决定战斗时采取的作战风格 而菲利普则灵魂记忆体 会决定变身后的战斗属性 W的设定还非常严谨的 2.甲面条欧姿 核心硬币 欧姿中的核心硬币是贯穿一切的设定 不得不说这个玩意儿是真的玄学 核心硬币最初来源于800年前的炼金术师 根据不同的动物类别 它们被分成了不同的系列 比如安库所代表的鸟蟹 水妹所代表的水溪系连组 以及隐私博士代表的恐龙蟹 虽然欧姿变身使用的三枚硬币 只要按照顺序来 就可以随意的组合排列 但相同一系的硬币连起来 则能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也正因如此 欧姿的最强形态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风云 三 假面杰细切 宇宙能量 三 四载变身和切换形态时 使用的是不同的天文开关 但它们其实也只是宇宙能量的具体表现形式 将宇宙能量注入到这些开关中 通过开关来驱动不同的武装 更加方便四载使用它 四载被流星一拳打死后 也是借助宇宙开关的能力而复活的 四 假面杰无奇 魔法与幻魔 白儿竟然是个魔法师 其能量形式自然是以魔法为主 而这魔力的来源 则非常贯彻假面杰 敌我童元的设定 那就源自于法悦自己体内的魔龙 法悦在魔女之间上 抵御了绝望的侵蚀 把诞生出来的魔龙 放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魔龙使法悦的力量来源 法悦的很多形态 也都展现了魔龙的特征 不 假面杰是凯悟 定锁种子 凯悟变身用的战级驱动器 是被人类所开发出来的 但变身用的锁种 却是源自于万恶之源 海姆明界 果实想要变成锁种 需要变身者身上带着驱动器 通过开锁释放种子中的能量 可以打开空间裂缝 将对应的装甲召唤出来变身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 比如圣吼铠甲 就由普通橙子水果变成的 而大装甲用的极锁种 则是由黄金果实的碎片变成 六 假面杰是持切 变挡战车 老司机用来变身和切换形态的小车 是他最主要的力量来源 小车又可以消除怪人释放的重加速 即使不变身 普通人携带他们也能在重加速下自由活动 磁骑系统是腰带厂开发出来的 在正式使用以前 原型磁骑的变身者则窃这个机械变异体 由此可见 磁骑的力量来源 也有一部分可能来源于这些机械变异体们 其一 假面杰灵奇 英雄之魂 灵奇的变身条件需要变身者死亡后 在依靠自己的灵魂之力变身 而除了小转自己的灵魂以外 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伟人 也会有灵魂留存下来 而寄宿他们灵魂的道具则是英雄眼魂了 根据伟人生前的事迹 眼魂也会拥有不同的能力 但拥有眼魂的也不一定是伟人 小转的父亲和他自己 也能靠着各种违心之力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眼魂 8 假面杰灵奇的奔原体病毒 奔原体病毒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变身用的转弯卡带 一个是体内的奔原体病毒 卡带是因为有梦脑中的想法 和瞎角的才能才被制造出来的 而本原体病毒则变身的资格 有梦因为有帕拉德的存在 才能变身成假面杰拉克赛德 在后期他亲手杀掉帕拉德后 立马就失去了变身能力 而这也是迪我同源的一种表现 就假面杰创奇 星云气体与满装瓶罐 创奇和拉克赛德一样 同样有着力量来源与变身条件的设定 只有吸收过星云气体的人 才能获得危险等级来变身 而危险等级越高 力量就越强大 满装瓶罐则变身实用的道具了 通过使用不同的驱动器 来获得瓶子中的力量 而这些瓶子的来源 则是潘多拉魔盒中 所收纳地球的60种元素 从某种方面来说 它和W的地球记忆设定还真挺相似 十 假面杰石王 骑士表盘 其实石王的力量真的是多种多样 骑士表盘中 蕴含着平成骑士之力 而收集齐全后 则会变成虫皇表 使用获得列祖列宗的力量 和盖茨沃之打号关系 则会产生羁绊之力 石王的三阶形态就是这么来的 而在装武陷入绝望之际 还有着冯魔之力作为后手 不得不说这么多骑士中 就石王最特殊 实际 假面杰灵异 卫星泽亚 灵异的力量来源 就是泽亚这个万能卫星 无论是变身还变身后的战斗 灵异都需要泽亚的帮助 或许出自变身 依靠泽亚学习操作 战斗中泽亚会分析敌人的弱点 制造出用来对抗的生成密钥 即使是灵异这个独立的新骑士 泽亚也有着一部分的力量在里面 虽然灵异这个科技骑士 偶尔会搞点玄学的操作 但在力量来源这块 还真的挺科学 而令和剩下的三位骑士中 圣人的力量来源很明显 那就是手中的圣剑 与不同的驾驭书 灵异四自然是签订契约的恶魔们了 只有几乎目前还看不出力量来源 不过根据敌我同源的设定 不出意外的话 来源就是那些邪魔图们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小诚 一个绝对不会脱根的男呀